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外话 南方的冬天也真的不暖和 那种冷是穿过层层衣服直打骨头的冷 好了 言归正传 但是这个原因没法对老王公布 只能拿别的理由来糊弄他 我们每个人在做决定的时候 都能找出不止一个因素在心里发挥作用 而最具决定性的那条可能会被藏得很深 一个国家在做决策的时候也是类似的 关键的理由不会说明 只会拿一个普通的理由来糊弄隔壁老王 所以美国人说把萨德系统运入韩国 是为了拦截小炮的导弹和保卫韩国这个盟友 那就当然不可信了 虽然那是理由 但不是藏得最深的那个理由 半个世纪之前 南北之间那场战争 最终只是签订了停战协定 而停战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终止 不像二战这种有人输的被迫投降 有人输的被迫自杀 战争最后以一方的彻底失败而彻底结束 南北之间一直是战争状态 这北边既没有投降也没有被消灭 理论上仗是随时可以再打起来的 而细皮嫩肉的韩国人心里 还是比较惧怕小炮同学的人马的 所以他们需要花钱保平安 请来的保镖就是美国人 驻扎在韩国的美军总人数 至今有三万多人 陆海空兵种齐全装备优良 这三位人分布在韩国的41个美军基地里 自打半个世纪以前 他们就待在韩国 而且直到现在都没打算走 驻韩美军的总司令 同时还兼任着美韩联合司令部司令 换句话说 南北方要是再一次互相掐起来 南方军队的总指挥依旧是美国人 美国大兵在韩国一年的开销 至少是20亿美元 韩国人还得承担将近一半的费用 这个钱硬着头皮也得掏 毕竟花钱请了最牛的靠山 就要付出最大的代价 如果按照我们中学历史课本的说法 本国领土驻扎着外国军队 并且自家政府还要掏钱承担费用 这不就是丧权辱国的行为吗 韩国人对此心里当然很清楚 但是没有办法 小帕儿同学他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靠山走了 自己扛不住 他心里也很怕 可是美国人自掏腰包 把自己的士兵搬到遥远的亚洲 仅仅是为了保护韩国这个小盟友吗 如果你拥有上帝视角 俯瞰美国的全球战略计划 就会发现他在欧洲要防御俄罗斯与中东 在亚洲要防御我国和俄罗斯 为此 欧洲有一套完整的反导系统 而且一直在向莫斯科逼近 为此 普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但是亚洲至今还没有反导系统 眼瞅着我国一天天强大 所以一切能抓住的机会 都要尽可能的抓住 去年的萨德系统入韩 就是他们很好的抓住了这个机会 韩国人的确有自我保护的需求 但是这个需求似乎永远存在于理论当中 因为小帕儿他做实验挑日子 虽然毫无规律 但是他的实验场地还是比较有规律的 一直选择在地下或者海上 基本上不可能朝南边发射 否则那就是宣战啊 战争一旦开始就意味着 自己美好的生活的已经结束了 对于兼并南方一统江湖 他从来都是有心无力 而且随着体重的增加 无力感越来越强 南边的韩国人心里也清楚 美国人一直憨悚他们搞导弹防御系统的目的 当然是相当不纯的 虽然可以把自己的防御补定彻底打好 但是美国人在东亚的导弹防御系统 也会顺便搭建起来 这样欧洲一个亚洲一个 这大事可就办妥了 假如韩国人爽快的帮助 美国人完成了这个千秋大夜 将来自己的安全当然不是问题 可是损失也是巨大的 韩国的处境很尴尬 帮美国人就是得罪中国人 帮美国帮的越爽快 得罪中国就得罪的越彻底 因为我们这是绝对容不得 家门口有一个北约的导弹防御阵地存在的 在得罪美国和得罪中国之间 韩国人会做出什么选择呢 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是韩国最大的出口贸易国 贸易额度比占他们家总贸易额的30% 是第二名美国的一倍 我国已经从过去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商品的输出国 逐渐向消费大国和科技大国转化 所以对韩国而言 出口比重 未来只增不减 如果爽快的帮助了美国人建造了 对自己没多大用处的反导系统 美国人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高枕无忧 而自己不但彻底失去隔壁这个庞大的市场 也进一步沦为他人的前沿阵地 所以这个忙是万万帮不得的 那么为什么萨德系统去年被运进去了呢 这就是美国人当时操作的好 机会把握的相当恰当 去年倒霉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阿姨 被民众堵在枪瓦台里不得安宁 最后落了一个弹劾的下场 众人则才散去 总统职位由总理黄教安临时接任 趁着这个乱局 小胖同学抱着蠢蠢欲动的心情 多做了几次实验 而美国人看到了机会 飞机航母外加演习噪音 大得让小胖同学变成了惊弓之鸟 试验次数就更多了 于是在部分韩国人恐慌的心情之下 在美国的压力和韩国军方的游说下 在韩国政坛的动荡之下 几套萨德导弹系统的发射车 趁乱被运进了星州高尔夫球场 在这个过程中 最倒霉的莫过于是韩国的乐天集团 他倒霉就倒霉 在自己位于星州那块高尔夫球场 被军方向中了 军方提出的条件是 用首都首尔的一块优质地皮 外加现金来交换乐天这块 偏远地区的场地 按道理这是一个很划算的买卖 但是乐天集团偏偏在我国的生意摊子 也不小 如果换了 以后在中国的生意派没法做了 但是不换地的话 可能以后在韩国就不好混了 所以在保大本营 还是保中国市场之间 他只能选择保大本营 场地问题解决之后 萨德系统就在当地人的抗议声中 强制部署了 这之后 我国启动了对韩国持续一年多的经济制裁 虽然外交部没有像西方人那样 开个新闻发布会 指明道姓说制裁的对象和目的 以及持续时间 但是这个制裁 大家还是可以明显感受到的 乐天的超市纷纷关门 去韩国的旅行团消失 韩国的电影 游戏 衣服和化妆品 也不像过去那样可以畅通无阻想来就来 这一年整下来 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倒是没什么太大影响 但是韩国很多行业的从业人员可就太失落了 即便政府花血本补贴他们 日子依旧过得很艰难 虽然有人说我们这种做法不厚道 但是我们只能这么做 那咱也没法直接冲着美国人去 因为美国人没有把事情挑明 萨德系统虽然部署的不多 尚且没有变成规模化的作战系统 但是无论从韩国官方还是美国军方都一口要定 这东西为了拦截北边来袭导弹 保卫韩国人安全用的 人家这个理由既人道又正确 让人无法反驳 同时美国人根本就没说 这东西的真正用途是为了监控和防御周边某些国家 所以公开反对或者直接反对 我们是站不住脚的 只能在经济上给韩国施加压力 让他觉得痛苦 然后在痛苦中做出痛苦的选择 到底是帮美国人弄他们的反导系统 还是跟我们好好做生意过日子 这一年的制裁终于见了笑 韩国人最近的行为告诉我们 他们选择了和我们好好做生意 10月底韩国外交部表示 不会再追加萨德系统 而且强调现在的部署那点 也是临时部署 韩国也不打算和美国 日本形成军事同盟 要和我国进一步沟通和消除误会 加强双边关系 所有这些话可以说都是 我们想听的话 这个局面也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局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意味着美国人想利用小帕同学的事业 来做突破口建立反导系统的计划 目前算是被冻结了 那运进韩国那几套萨德系统 无法形成弹道力 留着也没什么用 拿走又太没面子 事情能有这样的转机 还多亏了我们自己整体国力和经济实力的加强 假如中韩贸易的比重不高 我们发展的不好 韩国人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北约的反导系统可能已经 助力在我们家门口开始工作了 所以说呀 钱是个好东西 有了钱就会和他人发生利益关系 有了利益关系 就可以互相制约和谈判 通过谈判能解决一些原本需要通过战争解决的问题 任何一场战争都会在损失人员和金钱的同时 给自己树立新的敌人 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虽然中韩之间的不愉快持续了一年多 但是这一年多里 两国民间那种敌视感并不强烈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日或者中印之间 可能情况要糟糕得多 这种比较温和的对抗 正好说明了中韩之间的关系 其实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差 在近代史甚至是古代史里 都很难找出中韩之间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发生 所以中韩之间的民意基础比较好 两国人民之间的冲突 还停留在争织泡菜发明人的层面 其次韩国和欧美之间的关系是没有任何障碍可言的 它在位置上又跟我们如此接近 所以和韩国的关系注定应该被重视和长期发展的 虽然偶尔有摩擦 但是大方向不会变 好了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或者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局势很简单 关注并发表评论和意见 我们的力量节目 局势军的政治课已经上线 您可以关注公众号 局势很有趣 获取最新资讯 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